2011年5月26日 一场追捕网上逃犯的行动席卷全主 我们的态度是有好地方 警民联动精确打击 跨过追逃千里鸡胸 2011年9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司法部联合法部 官吏敦促再逃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 在家人和民警的规劝中 一大批网上再逃人员结束逃亡生活 真的确实像结束了那一样 太不得了 绝对还是要回来 这里有犯罪嫌疑人 把自内心的忏悔 这里有犯案人员坚定执着的精神 天网满目五级系列片 精网行动 扬州的某个夜晚 韩上派出所的副所长江涛 正在参加一个同学的生日宴席 但吸引他全部注意力的 却不是习生的主角 当时师范的心情能描运的 所有的学子都在他身上 与此同时 湖北随县的一名所长朱顺义 正在核查大山深处 一位外来人员的身份信息 年轻的副所长江涛 与网上逃犯不期而日 这时能是专业摔跤手的犯罪嫌疑人 借故要离席 我们一个人的办法 就是尽可能跟他中学 面对朱顺义 一个前头17年的犯罪嫌疑人 没想到与警察的一次偶遇 竟然终结了自己 继续亡命的侥幸心理 有五十多岁呢 还往而跑 二零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我接到大学同学的一个邀请 下班后 我就准备去参加同学的生日聚会 画面上这名年轻人 是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 韩上派出所的副所长江涛 2011年某个下班后的夜晚 江涛赶往同学组织的一个生日宴会 扬州的夜晚 总是流露着江南特有的日动和浪漫 下班后的江涛 轻轻也格外轻松 刚走进餐馆 就被热闹的气氛给包围了 因为在扬州呢 有一个风俗习惯 男过三女过四 也就是说男孩子三十岁的生日 对他一生来讲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在我这个同学过三十岁生日的时候呢 他不仅要请到他的同学 发小这个同事 还会请到他爱人 甚至就是说父母这边的亲朋好友 我熟悉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就局限于我的同学 晚宴刚刚开始 江涛和三位同学 加上另外六位并不熟悉的客人 坐在一起 按照正常的礼仪 同桌之间的客人 会相互打个招呼 认识一下 这时候呢 我身边的一个大学同学 他应该跟在座的几位 是相对熟悉的 然后他就主动先介绍我 我也就站起来 说我们这位同学 这个江涛之前在我们韩江公安局 刑警大队工作 现在这个已经调入 韩上派车所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当江涛满心欢喜的和同桌的客人 一次握手的时候 突然 职业的敏感让他发现了异常 就在我一次到第三个 隔着我第三个朋友的时候呢 他跟我握手的一刹那 我手已经伸出去了 他突然把手退回去 这个反弹的举动呢 让我很意外 我就在思考他为什么不会握手呢 这名男子的异常举动 引起了江涛的注意 江涛开始端详同桌的这名男子 仔细一瞧 感觉这个人的面部特征 似曾相识 但是江涛回忆身边 所有交往过的朋友和同事 确实又不认识 经过仔细回忆 突然脑海里面 就闪落一个 在我2010年6月份 刑警大队经手办理的一起 诈骗案件当中的 一个犯罪嫌疑人 陆蒙 难道真是遭遇到了逃犯 江涛极力回忆犯罪嫌疑人 陆某的一些特征和案件的细节 一时不敢确定自己的判断 自己也在想 没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毕竟都是自己的大学同学 人家过三四生日 我也害怕万一弄巧成拙的话 搞得大家都很不愉快 原来 先任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 韩上派出所副所长的江涛 几个月前 还是扬州市公安局 韩湘分局刑警大队 韩上中队的一名副中队长 在刑警队工作期间 江涛接办过一起诈骗案 犯罪嫌疑人陆某 和眼前餐桌上的这名男子 比较相像 当时我在我们分局刑警大队工作 接到这几大片案件以后呢 我进行了认真的修理 犯罪嫌疑人陆某 34岁 扬州本地人 他从小习武 上的是体校 从小从事各项体育运动 后面呢 应聘到我们一家房地产公司 问保安 犯罪嫌疑人陆某 在扬州某房地产公司 担任保安期间 先后诈骗两名受害人 高档香烟酒水20块 然后托他 接到报案后 江涛和办案民警 对这起诈骗案进行立案侦查 郭女士就是其中的一名受害人 我之前我最后一号 他就问我是哪个单位的 找哪个人 我就告诉他 我找某某领导 我在烟的公司送货过来的 他就把门给我开下来了 案发前 受害人郭女士 与扬州市某房地产公司 经常有业务来访 这家房地产公司 所用的烟酒 全部由郭女士供应 郭女士在送货期间 这家房地产公司的保安 陆俊都会主动出手帮忙 一来二往 他与郭女士的关系 渐渐变得熟络起来 随后 陆俊以帮郭女士 推销烟酒为名 记下了郭女士的电话号 过了一星期左右 陆俊就不动跟我打电话 联系要什么烟酒 当时我单位这边的货 就是说没有这么多 我一个朋友 在我们开的烟酒店 我就想哪里跟朋友联系 直接从朋友那边来拿货 2010年4月 郭女士将陆俊 介绍给一个专门开烟酒店的朋友 第一次拿货 陆俊就要了十条高档香烟 并且很爽快地将账结清 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拿一次结一次 后来都是三次结两次 两次结一次这样的 不久 陆俊所在的房产公司的一位副总 调到了别的地方 于是陆俊向郭女士谎称 以后公司的烟酒 均由自己亲自来购买结账 郭女士考虑到与陆俊所在的公司 已经做了多年的生意 就相信并且答应了陆俊的要求 因为跟这个单位也做了几年了 也相信这个单位 相信他本人 然而陆俊以公司的名义 从郭女士和其朋友的烟酒店所拿的烟酒 并非用于所在公司的招待 而是转手卖给了专门从事烟酒回收的人 最后陆俊将钱集中起来 向郭女士结账 那么烟酒回收都是低价回收 那中间的差价由谁来捕呢 差价就由犯罪嫌疑人 自己来把它捕上去 然后他迅速地凑齐市场价格的价钱 还给这些香烟店的店主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能让这些店主信任他 就这样 陆俊以单位发票没报为借口 靠欠条和赦账 分批次地到烟酒店拿高档香烟和白酒 受害人郭女士和他的朋友 有时候会因为货源紧张 还想方设法为其调过 到了2010年6月份 陆俊已经欠下将近20万元的货款 郭女士和他的朋友感觉事情有些蹊跷 于是向陆俊单位的财务室打电话了解情况 郭女士不相信自己和朋友会受骗上当 为了进一步核实真相 郭女士给陆俊反反复复打了多次电话 但是没有任何消息 这个时候就跟陆俊再也联谊不上了 要么就关机 要么电话就打不通了 见不到人了 郭女士和他的朋友随后报警 负责此案的江涛进行调查 到犯罪嫌疑人陆俊居住的小区 也去了多次 详细了解情况 但是陆俊始终没有出现 随后犯罪嫌疑人陆俊 被列为网上追捕的逃犯 而江涛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 2011年的6月 我调入我们寒江分局寒庄派出所 最前一件遗留在了我们刑警大队 但是犯罪嫌疑人始终没有到案 被害人的损失始终没有追回 始终是我心头的一块病 因为犯罪嫌疑人都是明确的 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 他去了哪里 而此时参加同学生日宴会的江涛 却感觉坐在饭桌对面的男性朋友 体型庞大 面不轮廓 与自己一年多以前追捕的犯罪嫌疑人陆俊 非常相似 再加上对方得知江涛警察身份时的异常举动 江涛开始留意了 当时吃饭的心情都没有用了 所有的心思都在他身上 我就在想 他到底叫什么 到底是什么人 是不是我所追逃的犯罪嫌疑人 就在江涛对餐桌上陌生朋友的身份 产生质疑的时候 这名朋友却声称 家有集市起身离席 还没等江涛有所动作 一位热心的客人上前劝说 最后这名男子只好无奈地坐下来 重回座位后 男子用眼睛的余光看了一下江涛 此刻四目相撞 江涛有了更加清晰的判断 也许是一种职业的一种敏感吧 人家都说 第六感第六感 我觉得警察也有第六感 所以说 我看他的这一眼呢 我觉得他看我看得很不正常 我看他是正常的 而他看我是在看我 关注他 恰恰我很关注他 确认犯罪嫌疑人之后 又一个难题摆在了江涛面前 据江涛了解到的情况 犯罪嫌疑人陆俊自小练习摔跤 后来见了体相 是一位经过专业训练 经验老道的摔跤手 所以说当时我就在想 如果说强行实施抓捕 会不会导致犯罪嫌疑人的脱逃 抓捕会不会顺利 另外我也在想 犯罪嫌疑人如果说急于逃脱 伤及隆辜群众 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在想 唯一的一个办法 就是尽可能地跟他征选 争取时间 江涛决定 先让对面的男子放松警惕 于是他开始主动出击 分别向同桌的客人进警 随后到了这名男子身边 我说朋友跪下 我说大家聚在一起 我说我跟我这个 过生日这名同学 我们大学是上下铺 我们关系很好 我说今天你过来 咱们都是缘分 大家在一起好好聊聊 我说这些话的目的 就是为了打消他的顾虑 让他知道 给他一种错觉 我对他并不感兴趣 爸爸妈妈去上班 我上一老眼 此时晚宴已经进行到一半 餐桌的气氛非常热闹 这名男子却坐立不安 第二次起身 提出离开回家 又再次被捧着不知情的客人劝 在这个时候 我想客人容缓 他肯定是执意要走了 我发送了一条信息 给我们派出所的值班所长 这天晚上正在值班的是 扬州市公安局 韩上派出所的副所长 吴云峰 吴所长很及时地 看到了江涛发来的短信 他短信的内容提示了三个信号 第一个地点 在大航车四个饭店 第二跟他一起吃饭的 同桌的一个人 像是导弹 而且他在信息的后面 做了一个路 那么当时我就想到 联想到我们所里面 一个上网的一个嫌疑人 陆俊 因为了解犯罪嫌疑人陆俊 曾是一个摔跤高手 为了确认现场的情况 扬州市公安局 韩上派出所的副所长 吴云峰给江涛打了一个电话 张涛接过我电话 当时开口就喊了 妈妈 我说我这边快结束了 你来追一下我 我这边还有个朋友 带小孩 能不能开车送一下 根据我们之前 经常配合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现场肯定一万次了 而且可能嫌疑人还就在那边 好多话不好讲 也不方便讲 吴云峰知道情况紧急 迅速组织警闭 驱车赶赴现场 而此刻与犯罪嫌疑人陆俊 狭路相访的江涛 内心不停地思量着 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就在江涛琢磨着 在其他办法民警没有赶来之前 用什么办法 把这个有着专业摔跤经验的 犯罪嫌疑人稳住的时候 犯罪嫌疑人陆俊 承江涛不注意再次拔腿开流 江涛立即毫不犹豫跟了上去 一起朝门口走去 追上去以后呢 我用了个左臂搭在他膀子上 我就用眼睛看着他 我这个为什么这么着急走啊 我说我都没有跟你打招呼呢 我在坐下来 咱们在坐一会儿 他执意要走 然后送到饭店门口的时候 我在想用什么办法 能推补 拖住他 拖住他哪怕几分钟 能让我所里的值班民警来增援 就这样 两人走出了饭店大厅 江涛借故与陆俊站在马路边聊天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江涛在被抓捕 争取的最稳妥的机会 此刻吴所长带领民警正一路赶来 江涛当时惹着这个人的状态 实际上在外人看 就像是朋友惹在一起一样 但是我们心里很有事 犯罪嫌疑人陆俊 发现身份暴露 起身要跑 说是迟那是坏 吴云芳和民警已经迅速到达现场 江涛立即和同事展开了抓 经审讯此人正是犯罪嫌疑人陆俊 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共认不惠 我记得江涛跟我讲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陆俊我碰到你了 我就不可能放你走 因为放你走就会害你 法网恢恢疏 疏而不漏 犯罪嫌疑人陆俊没有想到的是 潜逃一年多 一场饭局终结了他继续潜逃 躲避打击的美梦 公安机关开展亲网行动以来 江涛所在的派出所 共抓获网上逃犯18人 江涛直接抓捕的犯罪嫌疑人就有8人 而江涛的同学对犯局中的抓捕也非常理解 这成了江涛和同学之间 一个闲暇聊天的话题 当被选业为某队成人抓获以后 当天过生的我这个同学打电话问我 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将实际情况告诉他 毕竟我是一名人民警察 职责所在 他也表示比较理解 他也说 我30岁生日 遗憾的是 晚夜你走得太早 高兴的是 你抓了一个逃犯 我们这个副所长江涛 在他同学的生日压会上不经意见 握手的时候 这样一个小的动作 一个细节 他发现了这个疑点 然后抓住了这个套犯 表现了我们警察那一种很强的指引经 这突如其来的一柜 让朱顺义有些不知所措 眼前的这名男子是谁 他为什么要对朱顺义下跪 听到他说出的惊天秘密 朱顺义为何毫无震惊的神色 事情还得从几个月前说起 入冬后的一天 随县公安局高城派出所的朱顺义 和民警们照例去辖区进行日常走访 在经过七里塔村的时候 偶然中听村民们聊起了一个人 老百姓呢 反映了一件很蹊跷的事情 有一个种植香菇的老板 他家里面雇佣了一个外地的员工 一两年就没有回家 冷老板家雇佣的男子五十来岁 朱顺义也曾见过 干活勤快 不善言语 其他倒也没什么印象 村民们说 此人名叫徐强 湖北嘉瑜县人 嘉瑜县离隋县不算遥远 那么徐强为何逢年过节不愿回家 独自留在这大山深处呢 他说当里派叔在找我 因为建房子 把他的气地 就是老婆的弟弟打伤了 如果只是简单的家庭矛盾 为何时隔两年还没有得到家人的谅解 如果他伤人很重 潜逃至此 那么对于当地村民来说 就是一个隐患 但村民们说 那可能只是徐强的一句玩笑话 像他那样了无牵挂的人 不像是有家事的 朱顺义默不作声 回到了所里 把这个名字和号码 许金以后 嘉瑜没有这个人 你的这个人 什么这份的 叫叫 是不是叫徐强的 莫莫许你得查 然而在人口信息库中 没有与徐强所提供的身份证号码 相匹配的名字 查看了嘉瑜县 名叫徐强和许强的人口资料 都不与基里塔村的这名男子吻合 这时朱顺义想到了 此人提到过打伤人的事情 嘉瑜县级的所有讨判 全部都掉出来 就发现什么问题 就没有一个 这个案情付和他说的 就是把基地打伤 因为建房子 把基地打伤了这么一个人 难道真像村民们所说 那只是一句随意的玩笑 但他为什么要编造自己的姓名呢 他真有什么难言之意 为了搞清楚原因 朱顺义决定再一次进山 到他的家里去了一趟 想查验他的证件 结果这两个人不在 偌大的蘑菇屯空无一人 朱顺义打听到 冷老板外出买香菇了 他没有声张徐强身份有误的消息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他突然决定去基里塔村 没想到一次临时决定的暗访 让朱顺义再次遭遇了此人 在昏暗的光线下 朱顺义捕捉到了徐强 以此迟疑不定的神情 搞了十几年的基层工作 也经常跟外来务工人员打交道 但唯独觉得这个人 哪个地方跟其他人不一样 我们都问他 我说你基因叫什么 叫什么名字 他有些人他说我当时他出来 我证明叫徐强民 一个思维正常的成年男子 会记错自己的名字吗 他是否在逃避上 虽然要提高警惕 但也不能捕风捉影 于是朱顺义将徐某 带回了派出所 民警在信息网上查 确有习后明这个人 但是相貌连令都对不上 如果只是冒充他人的姓名 但此人如何知晓 嘉玉县确实有个叫徐后明的人呢 朱顺义立即给嘉玉县警方 打了电话 但是呢有这个人 他都在新疆倒空去了 这个习后明呢 运到新疆倒空去了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朱顺义把徐某现在的照片发了过去 嘉玉县警方肯定此人不是徐后明 正在民警们感到疑惑之时 徐某自己突然又改口了 他说我叫徐石强 他说我是汉船 这是我们湖北省汉船市 然而当地的人口信息库中 这个名字根本就不存在 这显然是临时编造的姓名 根据经验 朱顺义感觉到此人一定有不同寻常之处 却又苦于没有证据 他突然想到了此人之前提到的一个真实存在的名字 徐后明 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系 朱顺义设法联系到了身在新疆的徐后明 这让朱顺义吃了一惊 对方说他们曾一起在矿上打工 王洪宏斌声称是从武汉来的 结果一查了 武汉是江岸区 确实有一个叫王洪宾的 此人如果真是汪洪斌 那他之前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身份 但从人口信息资料来看 真正的汪洪斌与眼前的这个人 年龄上相差十多岁 照片也明显不符 他若不是 那他怎么会得知这个真实存在的姓名 这个人先说叫徐强 又说叫习淑强 这个徐后明有讲他是叫王洪宾 在这个柱子上 他自己讲是湖北贤历家喻的人 但是徐后明讲他是武汉的人 那这几个理点都会到一起来了 疑点很多却又理不出头绪 但朱顺义有一种感觉 他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他走过去突然问起了这名男子妻子的名字 当时他还跟我说了这样一些话 他说他的妻子叫刘宗梅 而刘梅正是信息库中所登记的汪洪斌的妻子 朱顺义刹那间明白了什么 那既然他跟汪洪斌这么熟悉 应该是非常清净的 非常清净的关系 此人究竟是谁 他和汪洪斌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朱顺义的脑海中闪过了一个信息 汪洪斌是户主 除了妻子 儿子 还有一个1959年出生的弟弟 我们把弟弟信息倒开 倒开也看了 没打相片 没有相片肯定跟曾教一部闲业是吧 朱顺义敏锐地觉察到 自称汪洪斌的人 极有可能是汪洪斌的弟弟汪志云 那么他又为什么迟迟不肯说出这个名字呢 我当然我明白了 我拨打这个什么字号 复制展提进那个千冠才能让人家幸福 这个信息马上的新人出来 新人出来什么 这个叫汪志云的 是一个潜逃17年的杀人逃犯 王志云 绝号黑皮 是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的上网追讨对象 此人于1994年杀害一名女子后潜逃 但17年前的网上追讨照片 和眼前此人的相貌大有出入 因为照片呢 跟他本人还不能完全吻合 但是呢 朱顺一心里呢 已经有八九成的网络 朱顺一的办公室 离询问室只是一墙之隔 此时 两个民警还在和嫌疑男子攀谈 据他们从山里回来 已经过去了六个小时 此刻已是凌晨 小镇万来俱寂 这是朱顺一第11次走进询问室 我最过去的时候 他站了起来 我其实呢 当时也是一种非常平静的客气 我说 你不是王宾 你是王志云 他当时一呐 突然呢 突然一声归到我跟前 他说呢 我不是 你愿意 求死他了 王志云 跪在朱顺一的面前 久久不肯起身 那一下 我一下真的像解脱了 真的确实像解脱了 那一下 王志云将埋藏在心里 17年的往事 和这些年不堪的逃亡经历 一一向警方道来 他这个人呢 93年 在武汉 开了一个贸易公司 公司做得还不错 那个时候 王志云就有了豪宅名车 家里妻子贤惠 女儿乖巧 过着人人羡慕的生活 因为手里面有点钱 然后他就心变花了 在外面花田酒地 结果呢 在一个KTV 认识一个 叫小慧的小女孩 十七八岁 两个人就发展成这个情人关系 很快 女孩有了身孕 她不再满足于情人的身份 向来出手大方的王志云 自然想用金钱来稀释宁人 给了补偿啊 他就不依不牢嘛 我当委公司的好多人认识他了 他要民愤 他要离婚 正春风得意的王志云 对一切不以为然 而此时他的单位已是人尽皆知 1994年的一次出差归来 他的一切都发生了逆转 他这里休息两天 把自己的家庭问题取得好 把钥匙 钥匙跟科技 全部都收掉了 王志云事业上备受打击 而此时那个叫小慧的女孩 还是不依不饶 他说我飞到那里天翻地覆 那里 那里当我那里好做人 在王志云离开公司的第二天晚上 小慧再次找上了门 一直谈不动 一直扯平 所有的屋里东西都酸了 王志云这才意识到 原来除了风花雪月之外 他还要承受太多的东西 而他们之间所谓的爱情 只不过是逢场作戏 为此自己已经付出了太多 是时候做一个了断了 从那天晚上起 王志云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 到广州 到新疆 人家打工 隐姓买名 改名换姓 夹着尾巴做人 后来他感觉到 在大城市里面 这个社会管理 越来越紧 查户口 查来历 查身份 越长越紧 逃亡路上 他不停地更名改姓 有时候甚至都忘记了 自己原来的名字 提心吊胆的生活 让他苦不堪言 从新疆的矿场 到随县的山里 他已经没有了力气 只想留在这里 直到终了 疼累了 这么大年纪了 有五十多岁呢 还往哪里跑 王志云原本打算 远离城市 远离过去的一切 在农村开始新的生活 但事实上 对于过去所发生的一切 他从来不曾忘记 每天诚惶诚恐 小心翼翼 心里的负担 也从没有摆脱 你无论逃到哪里 你无论逃了多远 你无论逃了多久 只要你是人 你不可能懂你的存在 你只要与人打交道 你就会暴露你自己 那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王志云说 自己没有想到 这么多年 警方还没有放弃 对他的追踪 更没有想到 会在大山深处 偶遇一个警察 就被发现了破绽 貌似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顺手捡来的一样 但是他也体现了 我们民警 细致认真的职业态度 那么如果说 我们的民警 粗心一点 疏忽一点 可能他就能 又一次躲藏下去 又一次划过去 对于一名老基层工作者来说 通过日常工作 抓获嫌疑人的势力 还有很多 如今 朱顺义调离了 原来的工作岗位 但他说 自己敏锐的目光 和执着的态度 会伴随着他 到新的工作岗位 也将始终伴随 他的职业生涯